我们非常记忆的各位大伙伴小伙伴们大家好 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地点记忆宫殿 那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我们整个记忆宫殿里面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因为今天这个内容相当于 我要后期带着你去创建属于你自己的记忆宫殿 所以呢我先带着你去尝试上 去了解每一个记忆宫殿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首先我先带着你来去看一下 什么是地点记忆宫殿 那地点的记忆宫殿呢我们知道 它其实就是利用人类的内视觉来进行记忆 外视觉呢为我们的右眼可看见的真实的世界 而内视觉呢是通过想象在脑海当中看到的虚幻的一个画面 根据大脑善于记忆宙有联系的有画面的内容的特点 我们把所熟知的场所入手 就是把我们比如我们的家呀 我们的工作呀或者我们学校啊 或者我们去过的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记忆宫殿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来进行内容记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这个像线路图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包括像是房子对吧 但这种的话你记住啊 我们如果你要想记一些路线图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但是我不建议你用路线图当记忆宫殿啊 因为这个就太繁琐而且中间距离比较长 一般我们的记忆宫殿就是说右眼可看见的比较紧凑的这种可以当为这个记忆宫殿 那我们看一下在比如商场 它其实都是有顺序的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用的可以是比如说房间的 但你说房间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屋子怎么办 那你可以用商场 但是用商场的话就你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分类呀 使用啊 你一定是非常简洁化 不要太过于复杂 这个我后面还会再去讲啊 我们今天先讲这个地点记忆宫殿 我们来看一下地点记忆宫殿它的优势 就把长篇的材料处理成小块的内容 而且能够减轻啊 记忆负担啊 减轻我们的记忆负担啊 非常方便的让内容按顺序记忆 而且不容易记混 摆脱死经费 然后可以高效的去进行记忆啊 摆脱机械化的死经费 高效记忆 而且我说一讲地点记忆宫殿最大的好处就是 未来你可以通过它无限量的增强你的 就增加你的地点宫殿 你的地点宫殿越多 那你的内存储存量也就越大 所以未来你可以拥有云储存空间的能力 也是创建的是地点记忆宫殿 我一般请问一下升级大脑 就升级的是地点记忆宫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用这个家庭地点 或者是用这一种方法 记忆宫殿来去记东西 一般情况下就是记 比较长的简答题 或者是整书记 因为整本书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还是要有大量的记忆宫殿来记的 再比如说无规律的数字记 长且复杂的一些文章 我们都会用这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长文记忆的步骤是哪些 很多人说特别想记忆长篇的文章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熟读并理解要记忆的内容 首先第一步 熟读并理解要记忆的内容 第二要找到关键词 第三关键词一般是两到三个放到一个地点桩 这个是最佳的 而且放到地点桩上面必须要有联想出图 你没有联想出图已经记不住了 第四你要还原这个原文对照修正 第五呢你要是要有一个复习 你不复习你也记不住 所以一定要进一步的要复习 然后这里面注意点 有错误或者是回忆不起来的内容 要重新的提取或者是增加关键词提取 不然的话你可能不一定能快速的去还原 所以每一个环境和步骤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运用 我先带你试一下 地点第一功练 其实我们记得什么比较多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记得数字训练 还有子组训练 我们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而且它也是脑脊描赛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记这个20个中文词组 袖子 石头 薄荷刺 苹果 花板 墨水 白菜书桌 钻石 高效拇指 打结椅子 然后花粉 目标短上衣 野鸡 木偶 调膏 你说老师有的不好记啊 有的不是名词 有的不是那种具象词 不像拇指就出一个拇指的画面 那你说这个调膏它不好记 它不是一个特别具象的 包括目标它也不是一个很具象 但我告诉你 只要是文字它都有画面 所有的文字背后都有它的画面感 你要把它的画面感提取出来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第一你确定了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我确定用记忆供电的方法来进行记 对吧 我确定用记忆供电的方法来进行记 记忆供电来记忆这个内容 那我怎么记呢 你观察 你看它是文 中文字组类别的 那我们看一下 一共找十个记忆供电 从座椅开始一直到电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你看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状态 顺时针 所以你看 座椅 茶几 沙发 然后这个编辑 然后沙发 茶几 抱枕 柜子 餐桌 椅子 电视柜和电视 你看 基本上都是分开的 基本都是分开的 那我以它为例啊 因为只有一个十个记忆供电 所以是比较好记 那我们看一下 词组如何记 如何转换 首先形象词 直接出土 苹果 直接出一个苹果 好 抽象词怎么办 转换出土 替换 调音 增减 道字 关键词 忘文生意 你用哪一种方式都可以 你用哪一种方式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一个地点 记两组文字 一个地点 记两组这个关键词 好 看一下 在座椅上的袖子 包着石头 可以看看 座椅上有一个袖子 包着一个石头 但注意啊 不要全包 当你要全包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石头了 你现在脑海当中 你要出刚才这个画面啊 你要出刚才这个 记忆工具 这个画面才可以 然后下一个 边基上 种着薄荷 薄荷上面长了很多的刺 你先出画面 旁边的边基 上面 种着这个薄荷 而且上面长满了很多很多刺 我一边说 你脑海当中 要有刚才的这个画面啊 你看 这个边基 种着薄荷 长满了刺 好 下一个第三个 你看 苹果坐在沙发上 在吃滑板 或者你想着 拿苹果砸 那个沙发上的滑板 拿苹果砸 沙发上的滑板 都可以啊 夸张搞笑 都OK 然后呢 茶几上的墨水 撒在了白菜的头上 你想着 这个茶几上面 有一瓶墨水 撒在了白菜的上面 你看 你记住啊 它的感觉 你眼睛虽然看的文字 但是你是透过文字 转换的画面 把画面放在 那个记忆空间上 我跟你讲 这里面 你就进入到了一个 你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所以我说记忆空间 特别有意思 运用记忆空间 你就是有一种 穿越的感觉 它就是穿越了 时间和空间的维度 特别有意思 然后再一个 抱枕被书桌压着 然后书夹着钻石 你看抱枕 被这个书桌压着 然后书夹着这个钻石 永远记得 一定要有画面 钻石你可以多放一下 因为一个小钻石 它不容易出画面 你可以是一个 大大的一个钻石 然后就是 抱枕被 你或者是想成 比如说 反正我第一时间 可以想成什么呢 我想成那个抱枕 抱枕在那个书桌上面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抱枕 砸那个钻石也可以 反正出一个画面就OK 下一个柜子 柜子放在一个稿 搞笑就高笑嘛 对吧 搞笑的这个拇指 放在一个搞笑的一个拇指 你要把它稍微做一个转换 做一个转换就可以了 你要想用高笑的话也行 但是它不容易出土 你要搞笑 搞笑的拇指 搞笑的拇指 特别好笑 它就容易记住了 下一个餐桌上面 的毛线 打了结 你看就是打结 对吧 打了结就是打结 然后绑着牙齿 就绑着自己的牙齿 然后桌子上面 椅子上面撒满个花粉 然后做木表 撒满了花粉以后 做成了一个木质的手表 就是木标 或者其实我第一声出目标的时候 就是那个 就把心嘛 目标 你想往那个把心上面 涂花粉 都OK 每个人的联想不一样 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花粉和木表 做一个连接 就是关键词和关键词连 主动出击 眉口牵线 夸张搞笑 收听合并就可以了 下一个是电视柜上的野鸡穿了短上衣 电视柜上的野鸡穿上了短上衣 对吧 你看一只野鸡穿了一个短上衣 最后就是电视机上的木耳在跳高 木耳在调高 调高 你就想想跳高嘛 谐音 木耳在跳高 你看就第一身 你记住啊 不能光记文字 就我现在给你讲 你的思想意识里面 是应该要跳到这个画面的 你的思想意识里面 要跳到这个画面感 画面里面 这样你才能记得住啊 这样你才能记得住 所以你们是通过记忆宫殿来去进行回忆的 你是通过这个记忆宫殿来进行回忆的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你自己要去再复习一下 再复习一下 好 你看一下 说到这个座椅上面 你可以想到什么 想到一个袖子 是不是啊 然后包着这个石头 对吧 你看袖子包着石头 你可以复习一遍 我举个例子 你现在可以复习一遍 你看你复习的过程呢 你看能不能出画面 袖子包住了石头 在这个椅子上面 对吧 在那个旁边椅子上面 薄荷上面掌板的刺是在编辑 对吧 苹果砸滑板是不是沙发上 墨水白菜是不是茶几 对吧 书桌钻石是不是在那个抱枕 高效的拇指是不是在那边的桌子 对吧 然后打结和这个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 柜子在那个柜子上面 我们去连接一下 在柜子上面 这是打高效和拇指是在那个柜子 非常的高效对吧 打结和牙齿是不是在那个餐桌 花粉和目标是不是在那个椅子 出画面啊 然后短声音和野鸡是电视柜上 对吧 然后最后电视里面是木耳在跳高 跳高 你看一般是寄一遍复习一遍 或者你只寄一遍都OK 这个后面我有老师专门带你一遍啊 因为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世界脑子凉赛的一个项目 是你们每一个人接下来都必须要练的一个内容 因为你随机词组这个内容练好了以后 你后面想继什么就能继什么 那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 这是我们的世界脑子凉赛的随机词组 一般我们是一数列一数列的键 一数列大概就是有20个中文词组 相当于是我们用10个记忆供电 所以呢 一页是100个词组 我们一般是用5组记忆供电 5组记忆供电你就可以记100个 老师几秒才是这样的 就一个词错了只得10分 就20个词是20分吧 一个错就得10分 两个错了对不起没分 你就白记了 所以呢 他考验你的 其实训练的就是你文字转换的能力 以及你的准确率 他其实特别训练我们的思维能力 你不要认为他只是单纯训练你的记忆能力啊 专注力 记忆力 想象力 和这个思维能力 因为你还得做一个转换嘛 他都是一个整体训练的 所以 虽然这种方法 他其实是多维度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你看刚才我是不是用的 我们这一组记忆供电 我们记了这个中文词组 未来你要找更多的记忆供电 去带着你去记大量的中文词组啊 记中文词组的记忆供电和记数字的不能是混啊 尽可能把它去分开 好 那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这种地点的记忆供电 我们来记一篇文章 我们来记一篇文章 比如说从百草原到三位书 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记 你看这个内容很有意思啊 首先我说的记文章你要先干嘛 通读一下 理解它 通读完以后 太多内容 来你找关键词 你看一下 你每一句里面找这些关键词 是不是简单了很多 你看这些字是不是比这个要容易很多 所以 我们自己来读一下 你看 不必说碧绿的蔡奇 光滑的石井兰 高大的造架树 然后紫红的桑圣 也不必说缠名在树叶里长吟 肥胖的黄蜂 不在菜花上 皎洁的叫天子 忽然从草间直寸向云梟里去了 你看一下 你出一个画面 你出一个画面 就是你说老师 这里面好多我都不认识 不要上来就感觉不认识 我说了 调动我们的右脑 调动我们的右脑 你去感觉一下它 尽可能出它所说的那个画面 它只是用你人的一个方式 把它所看见的东西 去表达出来而已 它就是一个院子 对吧 就是一个院子 你看 是不是很有意思 周 单是周围短短的 你一墙根一带 就无限的趣味 对吧 你看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看 你把它每看到的一个内容 你把它找出来 每看到一个内容 你就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你就做一个连接 做一个连接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举个列角 我来找教室 我来找一个房间的记忆宫殿 还是十个 比如说第一个懒人沙发 第二个写字桌 第三个是笔记本 对吧 第四个是椅子 第五个台灯 第六个衣柜 第七个植物 第八个装饰品 第九个床 第十个床头柜 因为这是一个样板间 所以呢 我们就出一个样板间的这个花庙 但实际上 你要根据你自己家的实际情况 去找就OK了 根据你自己家的实际情况 你去找它 那找完之后怎么办 肯定是做连接啊 你要把它连上啊 你要把它连上 你看 一般我们还是两组 两组放一个记忆宫殿 当然有一些 你可以三个放一个都OK 我们来看一下 沙发上长满菜企业 呃 长满了菜企业 在上面呢 还立着许多的石头做的这个井栏 所以就是石井栏 对吧 石井栏 然后呢 树桌上面呢 长满了造架树 掉下许多的伤肾 呃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你先出一个画面啊 你先出一个画面 刚才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面呢 有什么呢 有一个名将的蝉 笔记本上面就有个蝉 它朝着黄蜂的耳朵 丝毫 我想长跟黄蜂打架都会呀 长跟黄蜂一起看书 打电脑 对吧 都可以 然后椅子上的天子 掉进了一个泥墙根里 你如果记不住泥墙根 你就直接出一个泥巴也行 台灯下的幽灵 抓住了蟋蟀 台灯下有个大大幽灵 抓住了蟋蟀 你一定要具体书图啊 衣柜里的蜈蚣 掐住了这个斑点猫 然后呢 长长的螺丝 植物上面长了十个苹果 对吧 你想想螺丝的植物啊 你可以想成植物上面挂满了螺丝 螺丝下面挂了十个苹果 也OK啊 你出自己能出的画面都可以 然后呢 再比如说 比如说下面啊 再比如说下面 比如说视频上面 你看啊 装饰品上 树根拧成了人形 床上放了一个泥墙砸盆子 窗头柜是小球砸这个桑肾啊 砸这个桑肾 你看 是不是慢慢的出了一个画面 慢慢出了一个画面 这里面其实我们就是 把蝉落跟果实做了一个转换啊 做了一个转换就可以了 你可以出你自己的一个画面 都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每一种 你看 出画面做一个连接 做完连接以后 这里面有个地方注意啊 你看藏家树 这个翻折和这个覆盆子等 都可以直接出图啊 都可以直接出图 好 这个地方 重新说一下啊 好 那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我们要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造家树和斑毛和覆盆子 都可以直接出图 不认识的形象词 我们一般可以把它 做一个转换 这个不究竟 然后第二个呢 是开始练习的时候 可以多找几个关键词 后期经过训练以后 熟了以后再减少 你不要上来就搞一两个关键词 你可以多找几个 这个没关系 然后学习技能呢 是一项循序兼技能的过程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慢几十块 你们千万别着急 你说老师 那我还不是死经备呢 没问题 你可以死经备 但我们现在是学一个新的技能 学新的技能 它就是会比 正常你们原有的方式 可能刚开始会慢一点 但是越到后面 它会越快 所以公益三级是 第一线第一线 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 就可以复习一下 这个内容你可以 单独去复习一下 单独复习一下 然后我说一下 地点的记忆供电 它一般情况下 比较顺利于哪里 我说这个地点记忆供电 它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地方 比如说数字 破牌 长篇文章 较长的简单题 论书题 演讲稿 内容多且长 而且又要要求有顺序 而且是可以即时使用 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你的记忆供电 记住你想记住的信心 然后呢有要求 找到地点桩 可以长期使用 就你要拥有更多的 装子你才能长期使用 你装子不多 那你就用不了 理解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打造记忆供电 一般情况下 打造记忆供电的核心是 分门别类的打造记忆供电 可以升级大脑的内存能力 长期的保存 我们高效记忆的能力 可以把知识点 记得牢记得久 最重要呢 学习记忆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记忆的方法 应用的非常的广 而且我说的 能升级你大脑内存 我们拥有无限量的 云储存空间记忆的能力 所以呢 地点记忆供电 其实也是非常常用的 它跟我们的身体啊 数字还不太一样 就那也是及时调用 及时用的 这个呢就是说 有一些内容 你想终身记忆的 你就可以用它 那再比如说我们的演讲 演讲 记演讲也可以用这个 你像我们想要脱稿演讲 我们都可以利用 利用这个记忆供电的方法 再比如说 简单体验记忆 比如说我要带着你们记忆 整本道德经 我们都是运用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记演 包括扑克牌记演 后期也会跟大家去讲解 如何把一副扑克牌 把它快速去记一下 都是运用的这样的方式 包括你们看到的 无规律数字 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的 去挑战记忆 我们的无规律数字 以及我们的中文字组 要开始彻底的打开 我们的大脑记忆能力 其实这些能力呢 就是我们基础核心的记忆点 也需要我们每一天 进行训练的 数字 词组 还有道德经 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 给留的作业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一个记忆训练 一旦练好了以后 后面再也不用担心 记忆的问题 所以呢 小伙伴们 想要提高自己的记忆能力 除了光学习以外 还是得练 然后呢 很快我们要进入到 一个核心训练的阶段了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 进一步的调整好 最近很多的初高中的学生 也要考试了 对吧 所以呢 那小伙伴们不用紧张 放轻松就可以了 好的记忆呢 是练出来的 不是学出来的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 第一时间和老师进行交流 那今天留个作业 就是第一时间 可以尝试记忆一下 我们的化学元素 周期表 然后同时呢 可以把这些知识信息 运用到我们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当中 运用到我们的学习工作 生活当中 那最后呢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来看一下 记忆供电的原理 就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原来是外世界 我们看到的既是真实的 no 其实在我们脑海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另外一个事情 而且你会非常爽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你可以做主 你想怎么联想 就怎么联想 我告诉你 所有能让你自己做主的事情 你都会无比的快乐 那记忆供电的优势 就是能把长篇的内容 切成模块化 小 让它变小 而且减轻记忆的负担 方便内容记忆 而且避免记混 而且能记住顺序 最重要的白头的死经费 然后呢 还可以高效学习 最重要的记忆供电 可以运用到哪些场景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一整本书的记忆 较长的简单题 论书题 古诗词文言文 然后呢 无规律的数字 包括说我们的中文词组训练 以及我们未来 去训练这个记忆大师 我们都会运用 这个地点桩的方法 来进行训练 所以呢 你先去练 今天结束以后 明天再带着你们练一天 我就会给你们讲 如何寻找地点桩 如何打造我们自己的记忆宫电 好了 小伙伴们赶快去复习一下吧 今天讲的内容 稍微有一丢丢的多 所以呢 小伙伴们需要我们认真去复习 把今天讲的地点 记忆宫电 运用到你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 你可以在我没讲之前 你也可以先找一些记忆宫电 然后尝试去用 然后把你遇到的问题 也可以写出来 这样当我后面再讲 这个记忆宫电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好的 来带着问题来去解决了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